嗨 早吧人们 今天的早吧频道又要开始了 这个是在一个叫小乔史兰姆的店里面买的 他们家给你我看了一下 都是仿的别人家的 然后这个呢 我没找到原作者是谁 就反正咱们在网上看的比较红的 你什么那个葡萄气球布丁啊啥 他们家都有 都是仿着别人家的图去做的 挺不错的哈 这是一个小熊包饭这样一个你 这是小熊的身体 这是小熊的被 这是小被被子 这是小熊的小飞虫 这小飞虫快成快成了固定嘉宾了 每一期都要来一两个 说到哪了啊 这是小熊做小熊 我先去看一下主图小熊怎么捏 这几个颜色怎么运用 好了我学成桂来了啊 白色的是嘴巴黑色的是眼睛和那个嘴上的两条线 然后这个粉红色的是耳朵 先让他做小熊 这个颜值是真实存在的吗 哦他那个主图上的小熊呢是侧着躺的 然后我为了让他跟大家能够直面的接触 我让他正着躺 让他脸朝上 可能就和我们的这个主图呢 会做的多少有点不一样 之前需要给他蓬松一下吗 哎这个手感还不错 有点像那个四季宝那个花生酱 我之前可喜欢干吃那个花生酱 怎么说呢这个 当史莱姆就是说 他放在花生酱上他看起来很像花生酱 但是把史莱姆做成花生酱的样子 他看起来就像消化不良的产物 味道好难闻啊 这拉不蓬松啊 那就直接做熊吧 这个熊的下面是我们可以做到草率一些 反正他盖上被子也看不见 这个熊头 熊身子 熊腿 挺好塑醒的啊 这个 耳朵 单独捏吧 胳膊 足 那耳朵怎么背过去了 耳背了吗 然后他这个耳朵芯是霉红色的 给它采了有点多 哎这是橡皮泥吗 好像不是粘坨 支棱起来 哎 两个眼睛呢是明摩好尺黑色的小眼睛 眼睛 眼睛要做小一点 这样才有神 要不你把我删了吧 他的嘴是这个样子 戴了个口罩 他是长了一个奔驰嘴 有鼻子来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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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个黑鼻子吗 哦是个黑鼻 哎 还是挺抽象的吧 然后下面就给他盖上被子 这个是他的那个被子 应该先起这个被子的 不然一会儿这小熊他 哎哟笑一跳 你再坚持一下小熊 一会儿就给你盖上被子 这个泥补好 这个泥补好 辣嗓子 给它起大大 然后给它盖身上 小熊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这啥小破泥啊 起不大呀 比工厂泥还拉呢 给小熊盖上一个鸭绒被 安详 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 小姐姐 晚安 B站的朋友们 哦现在是早上 起来学习了 起来学习了啊 起来学习了 你看他有点像 像个小玩具一样 还能这样手捧着 你看 是他的 嗯 这太吓人了吧 混合 这个挺难拉 哇 这味道太顶了 我的鼻腔都得拒绝这个味道 太难闹了 太难闹了 又搅和一枚小垃圾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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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